6月23日 苹果在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上市桌iOS14开发者测试版 在隐私安全方面有所提升 资安专家表示 经系统揭露抖音、脸书等app会读取iPhone的剪贴簿 用户的隐私有泄漏的疑虑 苹果有通用剪贴簿 Universal Clickboard功能 用户在Mac或iPad上复制的内容 在iPhone上就能读取 也就是说 iPhone上的抖音、脸书等app能够读取用户在其他苹果装置上复制的内容 包括密码、文件、电子邮件、财务资料等 只要你有复制过 这些app就能看到内容 数码障碍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网络安全专家Zack Doffman表示 自安研究员之前就发现这些app能够存取剪贴簿 再加上抖音的中资背景 所以更受关注 当时抖音的母公司表示 这是因为旧版的Google广告软体开发套件导致的 并宣称问题已经解决 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 抖音解释说 存取剪贴簿是为了侦测发送垃圾讯息的行为 因为很多用户无法接受 现在这一功能已经移除了 只要将抖音app更新到最新版就好了 抖音还对Zack Doffman表示 平台致力保障用户隐私权 我们app的运作方式公开透明 也期待今年内外部专家会来光临我们的透明中心 Transparency Center 现在iOS14开发者版本已经开放下载 但普通用户要等到秋天 根据苹果新增的功能 到时如果有app存取剪贴簿 iPhone就会跳出通知 至于安卓系统用户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相关的说法 延伸阅读 来源网络资料